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更新一下会员节目 使徒汤观念的第36集 高额彩礼和铁链彰显中国人的交配管 目前网上流传有两个关于江西的短子 一个是江西九江银行在新年推出了彩礼袋 宣传口号是有了这款彩礼袋结婚不发愁 因为彩礼一次性付不了可以贷款 第二件事是江西平乡有位女留学生 和上海的一位男留学生帕拓 但是女方家长开出了1888万的天价彩礼 我觉得上海的男孩还是比较纯真的 对那个女孩子真爱 但是这样的价格 我觉得也是让男方家庭无法接受 也无法承受 如果他爸不是李强 这1888万真的是很困难 而且要求上海的房子写女方的姓名 这不是你的财产 你太贪了 我觉得他们这对是不可人称的 从上面的这个两个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下中国大陆的结婚 已经变成了一次性的高消费的买村行为 一次性交易 你怎么断局都行 一次性交易 还是一次性交易都行 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我呢写了一二三四五六六点 个人观念 如有不道之处 请批评指着 第一 这是中共大陆政权 推行了四十年计划生育的一个负面结果 导致大陆人口 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都出现了匪夷所思的畸形走向 这个不是自然法状态下的走向 是人为造成的 所以这种人口结构图 是极权社会的一个缩影 它让四亿多婴儿死于非命 我昨天讲了 2022年新生而出生人口 仅1060万 而今年2023年将跌破1000万 而且今年将要被印度超过 人口总数 但是这1060万中 履婴只有420多万 640万是男婴 男婴比女婴多出了三分之一 问题是多出来的男婴 怎么解决婚姻问题 而且现代医学的进步 加重了天朝人口性别结构的柳区问题 因为可以进行人工的筛别 筛选性别 我想大部分筛选的肯定都是要儿子 因为传宗接代是资人最重要的理想 不孝有伤 无后乃大 第二 重男轻女的血缘中法专制 和儒教钢肠伦理 主导下的华夏社会 它歧视女性是有传统的 它掠杀女性掠杀女婴 三千年 我在前面做过节目 对女孩的各种死法 所以你要知道 女人一直都是商品 今天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中国大陆都有女孩女性被贩卖 所以这1880万的彩礼 和套在理营脖子上的大铁链一样 都是一个工具 都是男权的象征 因为女性在华夏不是人 仅仅是一个商品 这是一个真实写照 这不是假的 虽然现在呼吁旅权 呼吁旅权说明 这个社会没有旅权 第三 传统的一夫一妻多妾之路 不是一夫多妻 因为中国是中法人理专制 妻是敌视 妾叫诉处 这个必然造成 女性的地位的低下 不但是社会地位 而且它的所有的功能 全部剥削 你们不可以上学 不可以审美 不可以学画画 不可以唱歌 不可以跳舞 只可以过小脚 虽然现在的女权独立思维运动 现在女权运动 和男多女嫂的一个性别结构 人口结构 带来了女性的身价身高 但是你要注意这是商品的身价 又带来了期货可居的现象 比如那些婚嫁年龄的女性 漫天开价要财力费 要到了一千八百多万 确实让我增害了 说实话 让我宁愿打一辈子关锋 这个钱我付不起 而且你也不值这个钱 如果我爱你 你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我把天上的星星都可以摘下来给你 如果我不爱你 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说实话 用那些老江湖 老残客来说 这些钱可以夜夜做新郎了 你想想看一千八百万 一年消费 你也就是五十年的生命周期 二十多岁结婚七十多岁 对吧 一年消费两百万 一天消费八千 你什么姑娘找不到 夜夜包吕大学生 夜夜做新郎 还不要承担家庭责任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一千八百八十万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天价彩礼 这是一个耻辱 好 第四个我们谈谈感情 你要知道这个人不是动物 人和人之间不仍成为交配 对吧 在圣经中叫形房 中国文化也要好听一点 叫周公之礼 所以它是有价值基础 有感情基础的 很遗憾 华夏社会所谓的浪漫爱情故事 只存在于传说系统 在孔秋诞生之后就没了 孔秋诞生之前有 像世经国风中的官居和南风的路由死君 也有死君 这些都是描写自由爱情之君上有 我考证过 那些传说系统的爱情故事也是价值观有趣的 比如董永连 比如董永违蝎七仙女 牛郎抱走织女的衣服 这些是违蝎强奸妇女罪 对吧 所以在我看来 董永去违蝎七仙女 跟董志明用大铁链拴着李莹脖子一样 都是天堂的真正的爱情故事 所以天价财女费和大铁链 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一直说只有董志明用大铁链拴着买来的女人 李莹 这才是你的国真正的让漫爱情故事 你的国的真正的交配观 动物都不带这样的 所以你的国厉害了 天朝都到了21世纪 还没有脱离新时期时代社会的原始结构 血缘中法专制 传中接代 买女人也要传中接代 所以我第五点我就说了 彩礼随长传高 是该族的最有应得 我们看 一边是党员干部在开性party 共产共期 比如带路局长狂刷24血 太牛了 碎变扬州官场 这个故事太多了 像前面的赵红霞 奈小明太多了 举不胜举 是吧 日后提拔 这个我们都知道 一边是普通的屌丝 买不起房 结不起婚 交不起配 允许我这样说 你想买春消费 以前是罚点钱 现在不行了 要抓了坐牢 你要进刑法 然后奉献你的器官 人间蒸发吧 我能用最后一个推文来总结 我在2019年12月1日发了一个推文 我讲的是中国式婚姻 只缺爱情 在过去及当下的中国进行的大大小小热火朝天的中国式婚姻中 有门法等级 理智 礼金 拼爹 金钱 学位 学历 房子 车子 等明暗 明暗交易的筹码 看得见的东西 样样 须有 唯独缺少婚姻的价值基础 爱情 对于智障型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理解爱情的高度和深度恐怕还需要几千年 爱情对于浅薄感性和物欲横流的中国人来说 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 而且合法的交配权已经明码标价到天价以及无耻的程度 而用来全力寻租的非法交配权 始终贯穿博大精深的历史全过程 这1888万的彩礼和1.8厘米粗的铁链都说明了 华夏族群的文化是多么的野蛮 多么的弱厚 多么的残暴 多么的无耻 以及华夏人对文明价值和圣约律法的全然无知 以上就是我的这期节目 欢迎您收看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我的 郭彦彦彦的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